Hello 这期我们来体验一下冰魄的最新皮肤麒麟 听说昨晚12点买着皮肤的人又被道歉了 原因是购买永久居然变成了一天期限 然后补发永久的话还需要等三天工作日之内 这我可以理解为一天过期之后还需要等三天工作日的话 那周末不上班下周星期二才能补发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给这部分玩家的一个优惠补偿 当然这只是我觉得飞车觉不觉得这就不知道了 然后这款皮肤的话尽管重做之后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 有元素好看有元素还不如重做之前的 我觉得还是重做之后好一点吧 毕竟还原度更高一点 然后这款皮肤的手感上是比较可以的 操作起来很干脆那种就是价格对比那个箱子皮肤贵的那么几百赚 不过呢有皮肤券的小伙伴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然后昨天呢冰魄又刷新了一张国服 目前是有四张地图比机甲还快的国服记录了 当之无愧的性价比之晚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谢谢收看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哦